很多学校都有营养午餐 但是石门国小的营养午餐可不是一般的大锅饭菜 为了迎接端午节 学校特别设计了粽子套餐 不但让小朋友相当的期待 还可以用来招待到校餐访的来宾 粽子、地瓜、鱼丸汤还有沙拉小菜 这看起来媲美餐厅等级的精美套餐 其实是石门国小应兴端午节 特别设计的学生营养午餐 粽子套餐 食材不但结合了当地特色 还加上厨房妈妈的用心和好手艺 粽子是地方的特色 这个粽子是有品管的 是ISO22000认证的粽子 今天菜色搭配每天都微调 今天基本上这个叫花椰菜 基本上是蒸熟了之后 再用和风酱或者什么酱淋漆菜不好吃 这个小瓜瓜也是我们厨工它额外做的 主要是特别是我们这个地瓜 地瓜是当地的特色 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它是蒸了之后 放到烤箱出来烤一下 把那个水收收一下 所以实际上是蛮好吃的 从短午节前开始 学校将连续十周 每周一次提供给一个班级来享用 有机会和小朋友一样吃到 学校特别准备的粽子套餐 新南国小的故事志工 觉得自己真的很有口福 很庆幸有来表演 要不然吃不到那么棒的东西 还不晓得他们学生那么幸福呢 很好吃 而且我觉得很有营养 因为它蔬菜有那个青花树什么的都很棒 对而且那个粽子看起来好好吃 其实这些他餐的成本不过三四十元 不过因为学校的用心 让来宾们有了超值的享受 也有了宾至如归的感受 天安宁新闻 王家宏丽美贵 新北市采访报道